澳洲知名妖股Afterpay正式被美国企业收购 是不是意味着澳洲的小黄车迎来了最后的金主爸爸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每日热门话题 我是Mike 我们都知道呢 Afterpay这一家作为澳洲本身上市的企业 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 从它原先上市时仅仅只有1澳元 达到呢 在今年年初曾经一度的是160澳元一股 它的价格呢 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面上涨了达到160倍 那么这一支妖股也一直以来呢 被我们众多的华人投资者所津津乐道 但是呢 在本周一澳洲时间大约是上午9点半的时候呢 澳洲的证监会的网站上正式发布了Afterpay 受到了 接受了美国的科技公司Square的全资收购 那么如此以来的话呢 Square将会以价值大约是 它虽然是股份转股份 但是我们换算到金额的话呢 大约是每一股126澳元的价格 收购Afterpay的全部的部分 那么对比一下在上周五的时候 Afterpay的收盘价大约是90多澳元一股 它的涨幅或者是溢价呢 是高达了30%以上 那么一直以来我个人 对于Afterpay的盈利模式呢 说过了好几遍 今天我们细节上不再重复 但是Afterpay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面 在澳大利亚以及在欧美部分国家发展如此迅速 其实我本人一直认为呢 叫做科技金融公司啊 这个科技的成分实际上并不高 它说白了就是一家什么呢 就是一家放贷的公司 而且它的客户群体又是恰恰是 瞄准的是西方的年轻人 换句话说要我来总结的话呢 它这六年来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它对于人性弱点的把握 怎么说呢 换句话说我们这么来理解吧 我们看一下它的主要客户群体 是来自于澳大利亚以及欧美的一些 18至30岁之间的年轻人为主 那么这些年轻人呢 对于理财的概念通常是比较弱的 相比于东方的人群来说 换句话说呢 像什么月月光周周光这样的生活方式 普遍的存在于西方的年轻人中 所以呢 相比于信用卡所需要用收入才能申请 像Afterpay这一类先买后支付的公司 你可以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开设一个小额的账户 就类似于咱们国内之前呢 曾经一度火爆的花北 也就是支付宝上的一个功能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 国外的年轻人的通常啊 对于500的总信用额度 也就是每次还款可能是在50至100之间 他们有很大的概率 是会忘记或者是延缓 或者是呢部分还款 因此Afterpay的主要收入 除了来自于从商家收取的是营业开支以外 或者是营业的1%2%的收入以外 最主要的是来自于它发放小额贷款的罚款和利息 所以我个人认为它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上的科技含量 这一类公司 所有的科技实力 或者说它的核心竞争力 无非就来自于2.1% 客户数 2.背后有多少钱可以烧 我们知道现在所有的在澳大利亚的先买后支付板块里 包括像Afterpay,Zip,Split,Pay 或者是Latitude等等等等 众多上市公司 没有一家是赚钱的 换句话说 他们目前都采用的是 烧钱换市场的模式 那我本人呢 对于这种模式是非常不喜欢的 因为烧钱换市场就意味着 你的钱随着市场份额越来越大 将会烧得越来越多 那万一资金链断了怎么办呢 那不就得挂 所以说Afterpay呢 相比于像其他的产业来说 由于它的前景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有限 相比于电动车板块来说 电动车的前景 未来以中国发改为20% 甚至于25%的目标为例 他们的前景是非常大的 但是Afterpay的前景 在美国是非常有限 咱们在一个月之前说到 自从PayPal进入了这个行业 苹果支付也进入了 谷歌安卓配也进入了 更不要说像Visa和Master等 传统信用卡 这些公司互联网巨头 都进入了先买后支付板块 这中间没有什么科技实力的 就是看什么 第一 谁的现有客户多 第二 谁的钱多可以烧 这两项对于Afterpay来说 无论对比哪一家美国那些巨头 都没有任何的优势 所以对它来说 未来最好的归宿 也就是一 找一个金主爸爸可以继续投钱给他烧 第二 干脆找一个金主爸爸 直接被人收购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Afterpay被Square收购 无疑对它来说是最好的一条出路 那么Square公司为什么要收购Afterpay呢 我们知道在美国 特别是网上支付的行业里面 行业的龙头老大并不是苹果支付 也不是安卓 而是什么呢 而是之前由Ebay所壮大出来的PayPal PayPal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50%以上 但是现在的Square为了对抗PayPal的话呢 采用的是PayPal收费的仅仅是一半 但是同时也投资了大量的区块链以及比特币 但是Square的短板就来自于它主营业务收入 也就是从商家和消费者两端收取的这个transaction fee 也就是交易手续费 相对来说占其总业务比重的比例太低了 所以它急于要收购一家 能够有巨大的这个交易收入的公司 那么Afterpay在目前来看 第一不赚钱嘛 对不对 迟早要卖的 第二它主营业务就是来自于向商家和消费者两边收钱 所以这个时候是正合它的胃口 再加上了Afterpay想要进攻美国市场 实际上在我看来它根本就没戏 进攻美国市场的最终目的 就是被美国的一家巨头所看上 然后把它怎么呢 吃掉 Afterpay虽然在澳大利亚算是上市前50市值的公司 但是一到了美国 要钱没钱 要客户没客户 你说它怎么发展 你比得过苹果吗 比得过谷歌吗 比得过亚马逊吗 没戏的 所以这个时候找一个商家被他吃掉 这是对于Afterpay来说是最好的出路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